警報聲喚醒沉睡民眾 美國阿拉斯加隨即陷入莫名恐慌 顧不得家當 路上已經湧現逃難車潮 因為當地剛發生瑞士規模7.9強震 且震央就在臨近外海 震源深度25公里 當局隨即對阿拉斯加部分地區 及整個加拿大西岸 發出海嘯警報 並呼籲整個美國西岸 都要保持警戒 預料中的強烈海嘯沒有出現 因為引發地震的兩大地殼板塊 並非是由一板塊 沖入另一板塊下 形成所謂逆沖型地震 相反的 它們之間是平行摩擦 對海水造成的沖擊力較小 然而專家也不得不提醒 震央只要往西移90公里 後果就會完全不同 後果就會完全不同 有一個洞海洞的洞海洞 在西岸的洞海洞 所以洞海洞的洞海洞 是一個相似的方式 跟San Andreas的洞海洞 在洞海洞的洞海洞 在洞海洞的洞海洞 在洞海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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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海洞 在洞海洞 在洞海洞 幾乎同一時間 位於日本群馬縣西北方的火火山 草莖白根山意外噴發 也引爆雪風 好危險喔 小心 石頭來了 白根山自2014年起 火山運動頻繁 但到了2017年6月 火山氣體明顯濃度下降 當局便將火山警報調降為1 也就是最低等級 然而此次噴發相隔不到半年 對日本氣象廳火山客來說 毫無預警 也一彎樣成一死與十人受傷的慘劇 巧的是近期菲律賓麻湧火山 也活動加劇 火山口已先後噴出 最高達5公里的火山灰柱 並持續噴湧600公尺的熔岩泉 菲律賓火山繼地震研究所 在嚴密監控後 將火山警戒等級升至第四 並提醒民眾 麻湧隨時可能噴發 在嚴密監控後 在嚴密監控後 只要用爆炸和爆炸 導致大爆炸 所以這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聽一聽 用爆炸的爆炸 短短24小時全球天遙地動 幾乎都集中在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 這還不包括印尼西爪哇規模6.4地震 及兩天前致力北部剛發生的6.3地震 外界憂心 上述災害是否彼此關聯 因為這整個環太平洋這個區域裡面的這個火山 大概有好幾百座 那我們知道火山的它的噴發的 它其實是有週期性的這個發生 有些的週期是三四十年 有些是上千年這樣 那幾百座的這個火山在這邊的話 其實它發生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學界普遍共識 是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一直十分活躍 唯一的爭議在於活躍期間隔時間 並沒有精確且統一的判斷 且整個火環帶全長4萬公里乘馬提行 要說地震波能做到動態觸發 實在不太可能 從時空的背景裡面 很難說這些今年也好去年也好 發生在這些地方的大地震 火山是沒有關係 因為它距離太遠了 太遠了就是幾千公里以上的距離 那基本上的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的板塊的活動的力量 它的結果也都不一樣 基本上來講 就是這些local區域的一些 它的地質現象 只是時間到了 它的一些能量累積已經到了 它就發生一個地震 事實上早在2016年12月 科學家就曾於太平洋火環帶 印尼東部地下7公里處發現 面積達6萬平方公里的斷裂層 極有可能是地球最大的暴露斷層面 當時科學家就曾擔心 這將造成危害性更大的地震和海嘯 如今相隔一年 寬太平洋果然不平靜 外界也不免再次聚焦 位於聖安地列斯斷層帶上的美國加州 是否會再次陷入危機 因為超級大地震的周期早就過了 根據美國地質學家的研究 當地地底下的能量還在持續累積 而加州有99.7%的機率 會再度發生規模6.7以上地震 且時間點就落在這30年內 另外西北部太平洋海岸 則有10%的機率會發生規模8甚至9 因板塊推擠產生的大地震 這絕對會是個超級強震 而且會釀成巨大災難 該地知名的卡斯卡迪亞斷層帶 也就是從文革華島北部 一路往南延伸到加州 曼杜西諾角 中間貫穿西雅圖 塔克馬 波特蘭 塞勒姆和奧林皮亞 範圍14萬平方英里 涵蓋人口700萬的縱向斷層 在300年前曾發生致命強震 緊訴了今日北美西北部海岸線樣貌 如果該區任何一個斷層再發生斷裂 後果都將不堪設想 這些沙灘的垃圾 你會看到我背後的沙灘 正在沙灘的沙灘埃 正在沙灘的沙灘埃 這些沙灘的沙灘埃 甚至這些沙灘的沙灘埃 在約25億多年 他們會顯示 非常嚴重的 同樣的沙灘埃 在加州的街道和建築 全球最活躍的斷層之一 距離長達810里的 聖安地列斯斷層 附近都是獨匯區 約2500萬人沿斷層而居 其觀光石油和產酒區 為美國西部創造出 龐大的經濟產值 彭博社曾經粗估 假設該區再次發生地震 有25萬家戶 將被迫進行大遷徙 光是平民損失規模 就高達1750億美元 橋樑道路毀損更是難以估計 倘若此時 南北方的另一個 甚至數個危險斷層 同時發生撕裂 恐將導致預期中的超級強震 這也是這一波環太平洋地震火山活躍 所有人心中最大的憂慮